好 下面我们来看课文部分 首先咱们先看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 Sometime ago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was made by archaeologists on each island of Kiev 他说不久之前 考古学家在爱琴海的架岛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这个Sometime本身可以表示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之前就是咱们说的不久之前或前不久就好了 不久之前 考古学家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咱们在这做发现 他用了一个固定搭配叫make a discovery 他没有说发现了什么东西 如果要发现了什么东西 在后面再加个get of就好了 make a discovery of something 就发现了某个东西 大家自己写的时候 可能更喜欢用动词discover discover something 这好像更喜欢用 对吧 而第一个搭配咱们觉得别扭一点 为什么呢 这中英文特征是不一样的 Chinese is a verb-dominated language while nouns dominate in English 中文是一个动词占到统治地的语言 而英语中名词占到优势地位 所以在书面中 尤其在书面中 老外特别喜欢用名词 因为名词在所有词形中最抽象 最正式 而且最文言 所以咱们的写作中也是优先使用名词 用名词第一个正式 第二个灵活 为什么呢 你看本文中随便可以在discovery前面加修饰语 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叫make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做出了无聊的发现 做出重大发现 随便可以换修饰语 所以这个搭配正式 而且更灵活 怎么变呢 第一步把动词discovery 变成名词discovery 第二步在前面加make 后面加off 然后随便加修饰语就好了 对吧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咱们从简单开始使用 动词当然是use 变成名词结构呢 use是名词 前面加make 后面加off make use of 注意use 不可属名词 然后呢 最好的使用了 咱们加修饰语呗 make the best use of something 最好的使用了 比如说他最好的利用了自己的才华 自己的才能 he made the best use of his talent 他最好的使用了 把自己的这个才华都挖掘出来了 可以一步一步就来了 这还是比较好写的 这个完全可以给咱们的写作增光天采 你说因为这一个搭配 我们写作多了几分 后面生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个老师说的不夸张 咱们做几个练习 看能不能立刻就会 比如说我说描述 动词大家都知道 可以用describe 对吧 咱这回一步到位 直接说做出了什么什么的 一个生动的描述 对什么做出了生动的描述 第一步编名词 describe名词是description 咱们在第一课 那个陶顿美洲师见过 人们的描述做过 前面加make 后面加of 生动的用vivid 叫make a vivid description of something description可数名词 单数的可以加个 你看他非常生动的描绘了 自己的行程旅行 he made a vivid description of his journey 就出来了 特别好写 再来一个 比如说调查 调查咱们也是在第一课见过的 动学 都动员的专家觉得必须调查了 调查的动词叫investigate 如果一步到位我说 对于什么东西做了一个彻底的调查 调查的名词咱们见过叫investigation 彻底的呢 加修饰语呗 前面是make 后面叫off mak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something 对于什么东西 做了一个彻底的调查 比如说警方对案件做了彻底调查 the police mad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 就好了 立刻就会写了 当然这彻底的 英联邦国家都用了thera 在美式一般都用了thero 两个翻译都可以 再做几个练习 比方说总结 总结名词的动词叫summarize 我们一步到位 对于什么什么东西 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 全面的暴露万象的 有个四级词 叫comprehensive 咱们第一步 变名词summary 第二步 前面加make 后面加off 然后加修饰语 comprehensive make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对于什么什么东西 做了全面的总结 老师对期末考试 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 the teacher made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这立刻就会说了 我们最后再来一个 咱自个说 分析 动词是analyze 对于什么什么东西 做了细致的分析 首先第一步 把动词变名字 analyze名字是analysis 前面加make 后面加off 变成make 细致的叫detailed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omething 对于什么东西做了 细致的分析 举一反三的 可以多记几个 就好了 有多总共说 李老师 你讲那么多干嘛 你就教一个 我们就都会了 动词变名词 前面叫make 后面叫of不就好了 不行 就得多讲几个 为什么呢 因为李老师说过一句重要的话 叫看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这个搭配 我们老师在上课讲过 我们在新概念英语中见到过 或真题中看到过 我们照着用 肯定没错了 这个搭配我没见过 我自己编的 可能你说的不能算错 但老外看着别扭 因为不符合他的语言习惯 并不是每一个动词 变成名词之后 前面都是加make 后面都是叫off 我们在后面的课文中看到 在其他搭配中 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搭配 大家可以放弃地用 如果英语这么好学的话 干嘛心肯定三册四册 学这么久呢 如果好学的话 李老师就没有饭吃了 英语难学 才赐给我们一口饭吃 这英语不好学 见一个记一个 记住 看过的再写 听过再说 好 再回到文章中 本文中用的是倒装 用的是被动 我应该说 用的是被动 它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被考古学者做出来了 这怎么这么别扭呢 咱们中国同学一般会这么写 不久之前 Some time ago Archaeologists made an entry discovery on the aging island of key 不久之前考古学家在爱琴海的基亚岛上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这多通顺呢 多像中文呢 当然是正确的 这个句子完全没有错误 但是句子呢 放在这个上下文中就不好了 为什么呢 你注意 你如果用主动结构的话 你先说的是考古学家 先入为主 但是本文中重点是考古学家吗 显然不是 为什么呢 整个文章中对考古学家是谁知字为题 都没说叫什么名字 显然不是重点 本文中重点是什么呢 这个发现重要 咱们在第一课就说过 咱们重要东西王某 更先说一些 本文中后整个第二段谈都是发现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如果用主动结构的话 这个句子重心就偏移了 重心就偏移了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比方说举一反三的 咱们看第32课 150页的第三行到第四行 一艘沉船这个数 150页的第三到第四行 他说 A radio message from the mainland had been received by the ship's captain instructing him to give up the search 你看 船长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大陆的电报 命令他放弃搜寻行动 中文中是主动 船长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大陆的电报 Radio message叫电报 但英语中用的是被动 一封来自于大陆的电报 被船长收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32课这个文章中 这个电报是个关键信息 这个电报是故事清洁转变的一个关键 而船长并不是关键人物 为什么呢 船长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是谁 只是说 顺便说 他是这个船的船长 所以如果用主动结构 就进一步还是托中矫情了 还是这个重心偏移了 在本文中用被动 好 重点突出主次分明 所以咱们在三册句子开始 不但要写的对 而且要写的好 对跟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 这个地方用被动 用的是好的 那么然后说在哪个地方 On the Eugene Island of Kia 在爱琴海的基亚岛上 这个Eugene是爱琴海的 这个后面Island是岛屿 这个Kia是岛屿的名字 但注意前面的界色of 这个地方有讲究 你看在英语书面中 每一个小的地方 值得咱们去仔细地传播 培根说写作使人精确 这个of藏着个小秘密 什么呢 这个of是引出地理位置的名字 地点的名字叫什么 爱琴海的岛屿叫什么呢 叫ofKia 叫基亚岛 比如说北京市 The city of Beijing 这个城市名字叫北京 引出这个弊点的名字 再比如说在本课书中 就在这一句的下一行 请看下一行 一个叫阿耶伊瑞尼的一个海角 The promontory of阿耶伊瑞尼 promontory 表示海角 具体是什么海角 咱们一会儿会说 但它的名字呢 又of引出阿耶伊瑞尼 名字叫阿耶伊瑞尼 对吧 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另外一课书中 在16课 玛丽有一头小羔羊 74页的第一行 74页第一行 出现这么一个搭配 The tiny village of Paracola 一个叫做Para-Cola的一个小不丁点 这个小村子 这个村子的名字 叫Para-Cola 这个地点的名字 对吧 咱进一步看 比如说再看42页的第二行 第八课里面 42页的第二行 课文中的第二行 著名的圣伯纳德修道院 这个地点是修道院 它的名字呢 也说of引出 The famous monastery of St. Bernard 圣伯纳德修道院 大家注意 都说of引出名字 但注意不要推广的太多 一定是引出地点的名字 如果其他的名字 就不一定了 你看下面这个搭配就错了 一部叫三国的这本小说 The novel of three kingdoms 对不起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书籍 报刊 杂志 电影 电视片 这个名字不能of引出 应该用intitled这个类引出 intitled叫起名字 这个小说被起名字叫三国 intitled过去分词 来引出书籍 报刊 杂志 电影 电视节目它的名字 再比如说达芬奇密码这部电影 The movie entitled Da Vinci Code 电影的名字也是用它 但是也不能推广的太多 如果是人名字 intitled不能只给人起名字 如果表示一个叫文森特的 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男的 The man 两个词都行 named or called Vincent 一个叫文森特 这样一个男人 大家看到了吗 引出不同的名字 用的词汇是不一样的 还是那句话 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不要自己编 所以博文强记 广揽多读 对于这么提高读写能力 多么重要 听说 听说也是一样 不是听过了再说吗 还是一个道理 好 咱们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说 当然第一句话 先制造出一个悬念来 就是做出一个有趣的发现 读者想读一下 这发现怎么个有趣法呢 他如果下句话 马上就说 是怎么个有趣法 第二个没人看了 这底就潮了卸了底了 他一定会慢慢慢慢 到最后揭示谜 下面先吊住你的胃口 下句话说 怎么做出的发现 An American team explored the temple would stand in an ancient city on the promontory of 阿耶伊瑞尼 他说一个美国的考古队 考察了一个庙宇 这个庙宇位于 一个古代城市之中 而这个城市 又位于 阿耶伊瑞尼 这个海角之上 这个 American team 这里有上下文 这个team 指的当然是 American team of archaeologists 美国的一个考古队 不可能一个足球队了 美国的这个考古队 怎么样 Explore 考察探险 考察了一座庙宇 这个庙宇在哪呢 再加一个定义重句 which stands in ancient city on promontory 阿耶伊瑞尼 整个是个定义重句 修饰这个庙 这个stand的注意 这个stand表示 位于 矗立在某个地方 我们表示某个东西 位于某个地方呢 大家可能更喜欢 这几个搭配 这几个多顶用被动 be located be situated be sighted 这表示位于某个地方 因为它都来自 使位于 给某个东西选址 咱们分别读一下 动语言行 先读一下 第一个区调字母地 当然来面 locate locate 英联邦国家 多读成locate 而在北美洲 一般都是locate be located 位于某个地方 还再读第二个 situate situate 叫使位于 给它选址 位于某个地方 当然用被动 还有第三个 不是sit 加ed 具调字母地 当然度下 site site 这个词做名词 就是地址 做动词 那叫选址 的意思 所以这三个 特别就简单用被动 the house is located on the hill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为山顶之上 但是我们注意几个主动结构 你像本文中这个stand 表示矗立在某个地方 也是位于 但它一般是用主动的 而且既然是矗立 强的个立体的感觉 一般是一栋房子 一棵树 一个规模 并不太大的一个地方 它立体感 就更强一些 咱们本文中是表示一座庙 可以 我们再看第十八课中 是不是也是用它 请大家翻书 看一看 82页的第四行末尾到第五行 82页的第四行末尾到第五行 出现这么句话 他说 String forms stand in gardens and outside buildings and shops 奇形怪状的一些雕塑品 处理在花园里边 还有建筑和商场的外面 这是一些雕塑品 这个form 当然代表forms of sculpture 是雕塑品 雕塑品处理在某个地方 跟庙位置于某个地方类似 用站 再比如说 咱们说 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处理在天安门广场之上 看这个怎么说 我说 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 stands in the center of天安门 square 就好了 注意这个monument叫纪念碑 但注意后面借词加2 不要叫off 这2表示献给某人的 献给人民英雄的 这个纪念碑怎么样 处理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央 这个天安门这加一瓶 是表示把音节分开 不要读 天安门 不是天安门 这么来读就好了 这是处理 但是中文中除了说处理 还有个说法叫 坐落 坐 英语中也能用坐 尽管中文中的坐 是加了一个广字框的坐 但是它也是跟坐 类似 坐在某个地方 也行 我们说坐落在用它也类似 跟stand类似 一般也是一个立体感比较强的东西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The hell sits on top of a hill overlooking the town 这个房子坐落在山顶之上 俯瞰着整个城市 俯瞰着全城 它位置特别高 这个sit在这完全可以换成stands 换成站 那个词处理在是一样的 这个可以替换 没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躺 我们知道这个lie 它也能表示位于某个地方 站坐躺 都有去 都能表示 这个东西位于某个地理位置上 都可以 但是用躺这个词 咱一般就面积比较大了 它错证平面的感觉了 一般是比较大的建筑群 一个村庄 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位于某个地方 用这个line更好一些 咱们同样看三册里面也有 咱们心里面三册经典 看这句子最踏实 对吧 咱们看一看在第八课里面 请看四十二页的第二行到第四行 四十二页的第二行到第四行 请翻书 咱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 他说 The famous monastery of St. Bernard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11th century Lisabeth Malloway 著名的圣伯纳德修道院 咱跟他讲过这奥夫引出地点名字 对吧 怎么样呢 它是十一世纪建成的 距离这里 位于一英里之远的 这么一个地方 位于一英里左右 这个远的地方 位于用的是line这个词 尽管它是个修道院 看似个庙类似 但圣伯纳德修道院 是个比较宏伟的建筑群 面积一大 平面感就强一些了 所以叫line 你们先看一看 圣伯纳德修道院 是怎么一件事 咱们到第八课会碰见 是一个大的建筑群 好像是一个小村子一样 这个用躺更合适 咱们再看一近景 你看这好多房子连在一块 这个时候用line就更合适一些 好 这是表示位于某个地方 咱们写作中使用时要注意这个场合 另外特别注意哪个是被动 哪个是主动的 本文说它位于一个在哪呢 In an ancient city 在一个古代城市里面 这城市又在哪呢 在一个海角之上 On a promontory of Aya Irin 一个叫Aya Irin的海角之上 这个海角呢 promontory 大家可能没有直观 什么叫promontory呢 咱们配图片 咱们看呢 这是example of a promontory promontory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这个名字 我们当然再读一下 顾名思义 好像脑袋的这么一块地 你看看图片上 这就是一个promontory 一文解释是 A long narrow area of highland that sticks out into the sea stick out 就伸出去 探出去 一个狭长的地势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地方 它探入到了大海的内部 就好像嵌入大海内部 一个悬崖峭壁一样 本文中我们看这个古代的城市就大概位于这么一个位置上 下面就是汪洋大海 这个叫promontory 是这么一个海角 而不是咱们说的天下海角 那个海角 好汪角 和恩角 跟这个是两回事 如果是好汪角这种巨大的探入大海的陆地 咱们一般用哪个词呢 用cape 就是这个海角 就是very large piece of land 非常大片的土地 sticking out into the sea 探入大海内部 这就没法用照片的 得用地图了 你看我们著名的好望角 就是这个地方 它是探入大海的一个狭长的 比较大面积的一个陆地 那么好望角叫the cape of good hope 良好的希望的这个海角 叫好望角 注意本文中 promontory是指一个探入到大海内部 一个很高高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